所以只要你好好持戒 不分在家出家 天人拥护 所以 道宣律师说 这六天 一切诸恶鬼神 有大势力发生 所以这六天 本来这个人 这个鬼只有五分的力量 但在六灾日 他可以变成五百倍的力量 去伤害别人 所以道宣律师讲这个真理 告诉我们 这六天诸恶鬼神 有大势力 可以吸人精气 所以有智慧的人就叫人家 千万不要乱吃东西 所以各位这六天 不要吃肉好不好 不要乱吃东西 因静节故 精气得情 因为这样安静节制 不乱来 所以你可以保持你的精气 包括你的命运 财运 不然呢 这六天你去喝酒 卡拉OK 做这些不好的事 然后这些鬼神 更有力量来找你麻烦 道宣律师说 那佛经里面 佛陀说了 经我得佛到 本从八戒起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我今天可以成佛 那是因为我在 阴地 受辞 所以佛经里面又说 以印度 十六个大国 国家里面 所有的珍宝物 拿来供养 所有比丘 生的功德 不如我们 守灾戒 一日一夜的功德 随喜功德 回向众生 同享功德 印度认为 十六国就是世界了 意思是说 整个世界的黄金珍宝 拿来供养比丘生 哇 那功德太大了 但是 布施的功德 不如你 持戒一天的功德 所以各位 我们修行人 聪不聪明 赚赚赚很多 世界 拼得老汇 还不如我们 赚得快一点 所以我是很聪明的 盘算久了 所以来出家了 我在家就守一年 八万再结 我很会算的 因为既然要 要活着 那就活着更有功德 更有意义 对家里更有帮忙 所以我为我妈妈 守八万再结一年 我为将来能够 我也发这个愿 出家 守八万再结一年 所以 我觉得我妈妈很好 那我出家以后 也算很有福保 比别人有 是遭嫉妒的那一位 就是我 我出家没几年 就办电视台 做什么 做什么 做了很多善事 当然我这个人不执着 我认为 做什么是 为了要感恩的 要供养的 特别现在 我发觉很多人生病 然后 你告诉他 怎么做什么 他根本没办法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有时候想想 那我来替他做 这样 我们替他做 替他放生 替他忏悔 所以我们就发动了 念地藏经 下回我们 年华大家 也来 大家 叫千人地藏经 好不好 一天念一千步 最好 千人跪着地藏经 不能跪的在后面 能跪的在前面 对不对 这个合起来的力量 那最好那一天 又发布 离世受包困在界 那我们一个人 就可以累积 一万多步的地藏经 这个要七步 OK 这个堕胎三个 21步发给你 所以来 先随喜一下 来 随喜占言法师 念诵五千步 地藏经功德 随喜随喜 我们是自私的随喜 就要拿他的功德 然后写牌位就 OK了 为什么 所以各位 因为这个 利益众生 你要有广大的资料 好不好 广大的资料 那就像我很羡慕我们 黄敏财菩萨 我们卢翠婷 我们在这边替他做工人 他开这个讲坛 我们做功德给他 他得到功德 所以佛经说 你杀了多少人 你只要办一次 108人的八观再建 你的杀业统统消除 所以福报大 赚钱有没有快一点 所以我现在亚迦达还有一个大菩萨 知道我也要搞一千比这个还大 我也要赚功德 我说你好好赚 让大家来受八观再建 让大家来拜颤 这样就成佛三级条 所以各位要广修功德 我也很会赚 今天受八观再建不是这边 我们有上万人在受看着直播电视 在受八观再建 我也赚很多 但是用卫星 但是这个干嘛 不是为自己回向众生 供养诸佛回向众生 所以各位 那这样 来 以此功德 当愿众生 找成佛道 因为佛所说 他因为受八观再建 成佛的 所以经典又说 八观再建的功德 既可成为人天殊胜福报之音 又可成为三寸解脱之源 所以你说八观再建 做皇帝 富贵人 圣天 你说八观再建 可以得到阿罗汉 圆解果报 或成佛的果报 高不高兴 你回去要偷笑 肚子饿饿的 嘴巴在笑 我受八观再建 那天晚上 比平常饿几百倍 那时候我觉得很爽 因为你才饿饿的 你还在更精进 对不对 今天不用吃晚餐 所以我们还坐在这边 多好 阴阴没事情 不然回去干嘛 照夜 也不用煮 也不用吃 也不用吃饱 吃饱 百步走 这样 撑着 那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所以各位以后 修行人不能太胖 昨天战行说 贪 贪就胖 不管你贪什么 你有个贪就胖 喝水也胖 因为不贪 八观再建 不贪 就可以瘦瘦了 瘦瘦好拜佛 跪着膝盖 不会那么痛 再来 诚实论里面说 瘦八观再建 有八条 五条 比如说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 还有 有三条是 离贪姻缘 比如说 不淫欲 不化妆 还有一条 不睡卧 高广 大床 这一条 这三条 叫得道姻缘 就得解脱的姻缘 那前面五条 不杀身 不偷盗 这个 不喝酒 这个叫 服姻缘 修福报的姻缘 所以瘦八观再建 可以得到 人天福报 又可以种下解脱 所以叫 福慧姻缘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众生 来变成 成佛姻缘 所以 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 很大 但不如一天 守八观再建的功德 因为受五戒 是福姻缘 不会多了三个道 升天 那八观再建 有离贪的 三重姻缘 所以 种的解脱之因 再来 玉皇大帝 曾经说一句话 因为他看到人间 守八观再建 他赞叹了 他在佛陀赞叹 他怎么说呢 六灾神变月 奉行八戒灾 彼功德殊胜 则为我 为与我等 他意思说 在六灾日 甚至神变月 各位念一下 正月 五月 九月 这三个月 标准 都要守八观再建 现在做得最好的 是不丹 藏传佛教里面 他们了解 这三个月 正月是神变月 五月是佛陀的 魏瑟月 出生 成道 涅槃 九月是天降月 那我们 汉人是种七月 七月普渡月 所以能够在 六灾日 或是这三个月 守八观再建 那这些 修行人的功德殊胜 跟我平等 他讲得很好 但释迦牟尼佛听到 佛赐之夜 佛骂他 谴责他 说什么 天地功德 虽敢大地 受此八戒 正三菩提 故天地 你不能跟说 功德跟我一样 所以 做天地的功德 它是有福报 你只要守五戒 一皇大地 念一下 守五戒 七德行圆满 得一皇大地功德 那守五戒 各位会背 七德行再背一次 来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恶口 不妄语 不两舌 慷慨不失 不动气 那五戒七德行 敢得一皇大地 的福报 当然做御帝 有 过去有很多 不一样的功德 可以做御帝 但是受此八戒 在界 可以得到 身文元节 或佛菩提 所以一皇大地 你不应该说 功德跟你一样 所以我们这样 以菩提心来受此 更圆满 所以诚实论里面 又说 守八戒 在界 这一天得五种清净 第一个 行十善道清净 早上有说了 身口意 各位今天 十善道圆满 第二个 断前后诸苦恼 因为你守八戒 在界 消业障了 得福报了 所以前后苦恼断掉了 本来要发生车祸了 本来要得重病了 然后因为你守八戒 在界 所以前后苦恼之事 断除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各位 你还是老实一点 一个月守六天 好不好啊 好不好 下回请我们 达度他去受完 短期出家了 他来传戒 佛经说的 受过短期出家了 受过沙咪戒的 皆可传戒 因为他受过了 所以至少 大家念了戒本 一个月 能够六天 在这边受戒 如果人少 大家打地板 睡觉 多好 第三 不为恶心所恼 所以你受八戒 你会觉得奇怪 那个不好的心态 不见了 进不来 为什么 护法神也好 戒的功德力 你的心不会忧恼 叫不为恶心所恼 第四 以意念六念法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戒 念布施 念天 而为守护 那这样 因为你意念了六念法 你的心得到守护 不会乱 所以要保持正念 第五 回向涅槃 那将来还可以 正的解脱涅槃 所以 能如是守八观灾戒 则 所有 世间 四大宝藏 的这种 具足的功德 都还不如 守八观灾戒的功德 所以佛陀这样讲 布施 我们当然要布施 当然 更要 持戒 再来 在菩萨本身 慢论 里面说 严福提众生 就像我们这样 以八戒水 洗碗身心 另得清净 那我们守八观灾戒 就可以净化我们 身口意的恶业 也断除未来的苦 所以 而也可断除 无量贪嗔吃 供 就像各位刚刚 在门口 大家遇佛 遇佛 我们在遇佛 事实上也把我们 给清净了 所以守八观灾戒 可以断除 无量贪 贪嗔吃的 无垢 就像那个 黑油 卡住了 引擎 现在把它洗干净了 这引擎又好走了 再来 于人天路而坐 资粮 那你将来投胎 做人都有大福报 做人有六十万事的 以府升天大富贵 所以 若能如此受持八观灾戒法 当之世人 虽无妙福 则为以具 惭愧之一 所以如果大家 能够这样 如实的受八观灾戒 就算各位 没有天人 穿的衣服 那这样的华丽 但是以具足 惭愧之一 惭愧是第一庄严的 当之世人 虽无缘强 则能 汉域六根怨结 就算 你这个人 虽然没有保护 没有很多 护法神保护你 但是 你以八观灾戒功德 就可以抵抗 六根怨结 所以你所八观灾戒 这一天 眼睛会乖乖 耳朵会乖乖 对不对 你不会放逸你的 眼耳鼻舌生意 去偷你的功德 所以六根之贼 贼讲的就是 偷你的功德法财 你不会放逸 六根 当之世人 虽非上主 则为以住 圣种姓中 你这个人 虽然不是 生在印度尔分 最高的 普罗门 乃是差地利 但是 你已经住在 圣种姓中 将来成为 有道之人 解脱之人 菩萨道 圣种姓中 当之世人 虽无阴落 则是 众善 庄严其身 这个人虽然身上 没有黄金珠宝 但是已经 所有的善根 庄严你的身体 守八观灾戒 当之世人 虽无珍宝 则集人天 七种法财 虽然你不是 黄金富贵 但是你已经 具足圣人的 七种法财 念一下 信心 惭愧 慈戒 不失 智慧 平等 等等 信精进 信精进 惭愧 平等舍 所以 具足了 七种法财 不依 桥梁 超越 险道 不用桥 那 你就可以 不堕落 痛苦 也就是说 不依桥梁 你就至少 以这个界的功德力 不会堕落地域 鬼道 出生道 此事不招 恒祸 所以 受八戒者 功德 如此 好 随习功德 我要卖广告一样 我本来今天 没有体力讲话了 上来哪里知道 又讲那么久 但是 我想 我们只是一个佛弟子 必须把佛陀的正法 想尽办法 去弘扬 这样可以 但是我认为 在马来西亚非常好 马来西亚很多地区的 很多寺庙啊 都是由在家菩萨 所建设起来 护制起来 那出家人 再去那边说访 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在台湾 就很少很少 这样 都是出家人 出家人盖的 这样 很辛苦的去做 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 去 去再 在一直 去讲解佛法 太多了 但是也为了要 要把寺庙做得更大 所以就一直一直一直 持续的办法会而已了 但是我想 法会当然好 那法会要有一个 正确的动机就好了 那 讲解佛法 交流佛法 那是 更重要的 那 对我来讲 我现在的体悟啊 就是各位一定要 非常 重视因果 那 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太多的因缘 你可以随便起个念头 又造了一个因果 你看到一个不顺的事情 骂了一句话 又造了一个 口叶的因果 所以如果你有戒体 非常好 什么叫戒体 当你起心动念 或造了口叶 你马上拉肚子 马上在那边腰酸 这个叫有戒体 这些护法神 在提醒你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就反省 我哪里有做错了 他提醒你 就像各位 今天晚上 想要 准备要吃 一咬 咬到舌头 有戒体 哎呦 好转没吞下去了 这叫广化老法师 就是这样 他病得要死 然后医生 叫他一定要 吃稀饭 不然不帮他医 那广化老法师说 我一辈子 手过 我不死 你一定要破我的戒吗 我不吃 那全部徒弟就跪下来 老和尚 喂我们吃啊 不然你会死啊 如何如何 广化老法师 哭啊 没办法 徒弟跪下来 跪在那边 你不吃 我们不起来 这样 那广化老法师 没办法 然后希望发动发动 然后就放在嘴巴 砰 牙齿跳掉 他说你看吗 能吃吗 哎呀 这些众徒弟 忏悔啊 因为这样 隔天就好了 就这样 坚持到最后一刻 就出院了 所以这个就是啊 那广化老法师 一辈子不摸钱 因为他一辈子 手杀咪戒 不摸钱 但是 有一次人家 天气冷啊 然后就给他 老法师盖一张衣服 一盖衣服 里面有两块钱 都砰 跳出去 广化老法师说 你要害我啊 那叫戒的功德力 所以我想各位 你身体持戒了 你这个身体 就好像 就会把不好的弹出去 所以你今天吃的东西 拉肚子 哎 这个东西有问题 不然就是你 口业有问题 不然就是你 哪里有问题 那你要去反省 但这个戒体真好 我们戒体要守到 下辈子 叫你去骂人 骂不出来 叫你去看女人 看不下去 因为有戒体 帮我恩在戒的戒体 只想帮助他 而不想贪恋他 下辈子来 你只想要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想要去占有什么 那你要 要发愿 我愿我守戒 能够如此 下辈子 就是做个乞丐 我都高兴 做个乞丐 去度众生 像八祖仁波切 各位要看大圆满清醒的 八祖仁波切 经常用乞丐 去度众生 他不喜欢 大家认识他 但是他就可以 度很多很多 随缘 度众生 如果人家知道他的身份 他就不能度他了 他在跟他在一起 每个人每个人的意愿 但是无论如何 什么叫戒 今天我们在讨论 中午吃饭 到底要吃到几点 我们在讨论这个 有一句话很重要 立他的菩提心 持戒的目的是 维护立他的菩提心 你离开了菩提心 就算你十一点都吃饱了 也犯戒 你守了菩提心 你这个五灾 竟然吃到两点 还是持戒 所以大乘的佛教 你永远要守出一个 立他的菩提心 而不能说 我为了个人的解脱 的心态在持戒 那你就是破戒了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能说 现在有个事情去助念 等一下 十一点到了 我先吃饭 再去 免得我破戒 那你真破戒 你去念念念念念到一点半 你再去吃午餐 没关系 佛没有叫你不要吃 因为你是为了帮助别人 而去这样做 那你那时候要把手表丢掉 这个佛教说 以菩提心 那小小戒可以舍 就这个意思 因为你动机都是为了别人 你不能被戒律卡死 那这才叫菩萨 所以叫菩萨可杀 可盗 可赢 要了解吗 那这个很难体悟的 但是至少我们保持在这个 立他的菩提心 但是不能一直说说 我怕我犯戒 你要说我怕我没帮助众生比较重要 只要是跟帮助众生有缘的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你有几个朋友邀你去吃饭 你能够借今天晚上跟他说佛法 把功德给他 你要不要陪他们去吃饭 对了 但是这个叫密法 你不要跟别人讲 对不对 就像这三个朋友 叫你去打麻将 你给他打 但是呢 你一直一直回向给他们 边打边说佛法 这是不是菩萨 是菩萨也 所以在中国有一个法师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他每天晚上人家做网课 他就不在 后来人家就报告老和尚 老和尚叫人家去查 哇 天啊 网课不做 跑到妓女户去 跟那些妓女在那边混 睡觉 大家就开会 把他给开除了 这个人不是出家人 烂出家人 但是他不了解 他是跟妓女说佛法的 给他钱跟他说佛法的 这样的人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去是跟人家睡觉 那这样不行 因为你心有淫念 他心无淫念 他是就像妈妈一样 我必须用这样来接触他 所以我唯摩诀基石就是这样 他是佛 他早就成佛了 佛陀的时代 不是光是加以摩尼佛一个 唯摩诀基石叫什么佛 我忘了 他是那个佛来示现的 要帮助这些 这些自立的阿罗汉 如何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 这唯摩诀基金的意思 所以我想我这样讲 不是叫各位去 晚上去喝酒啊 意思是说 你的动机是为自己 还是为对方 这个是立他的菩提心 平常 所以话要讲回来 各位天天保持一个立他的菩提心 是不是天天在手包裹在一起 是不是 这个意思 因为你吃饭不是为你自己 你化妆不是为你自己 因为你是为了要利益对方 所以你这样做 你要保持这个正念 所以叫菩提心超越一切 所以当然能够在六灾日里面 又能够守护的出离心 然后又能够保持菩提心 那当然最圆满 但起码 我们菩萨道 就以菩提心 为对我们最重要的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一切为了让众生成佛 再来精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5235-9232 你出生那天 死亡便开始接近 听闻的人们 切记 没有任何时间 是可以挥霍浪费的 婴儿的诞生 乃天下一大乐事 然而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阻挡婴儿 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 在她的一生当中 无论她选择 什么样的人生方向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让她免于一死 俗话说 太阳渐行渐远 西山之阴影 则渐行渐进 生命越是开展 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 他仍然认为自己 来日方长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 是愚蠢 无知的 死亡 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 每一次呼吸 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 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 每走一步 就离死亡越近 今生只有一次 来生则无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将二悔万分 而且为十一万 一个垂死之人 能够开始修行吗 当下即是现身于修行的时机 在死亡的时刻 修行的绝授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